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周一长谈》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姚永安 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美国总统大选 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可以说是世纪性全球触目的选举 虽然选完了,这次的选举真的是特朗普对特朗普 为什麽呢?就是支持特朗普和憎恨特朗普一起在选举投票定胜负 虽然选举结果好像出来了,但相信还有一段时间搞 因为有很多关于选举的问题、法院的问题、重新点票的问题 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做 今天想讨论的话题就是,究竟这个美国总统选举之后 对于亚洲,尤其是最主要的就是中港台的形势是怎样呢? 今天很高兴请来就是一位朋友,陈伟业先生,你好 Albert 你好 首先问你,今次这个美国总统选举,其实是定了输赢了吗? 我定了,不用了,已经很清楚了 其实过几星期前我已经说了,这次选举,特朗普就诚也谎言,敗也谎言 因为四年前他赢了,是靠说大话赢回来的 他说了四年大话,说了四年大话 在四年里面,传媒就录了,他有超过二万次的不真确的发言 就是资料错误,甚至是错误,总之意思是不符的 所以这些人听了四年的谎言,美国人如果是有跟新闻,有跟时事那些 特别一般的传媒和记者,已经很清楚知道他说哪些是谎言 所以哪些应该报,哪些不应该报 在美国来说,就算加拿大的记者,其实都很清楚的 很不幸就是香港的朋友未必掌握特朗普的性格 和他过去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早前公布了三个摇摆州 拜登已经得到多数票的话,那我已经觉得赢了 选举前一个星期我已经预测,Donald Trump是会大敗的 当时我分析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管治了四年,由他开始当选 当时的传媒说去俄罗斯、普京协助他提供很多资料 和所谓一个disinformation campaign 一些假资讯抹黑希拉利,令他赢了 当时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做了很多调查报告 但是最后Molar的考询是没有这个讨论 这是再次讨论的 你的说法就是Donald Trump的说法 Molar是一个很实证的调查 就是他找不到证据证明不肯要说他 不是表示他没有罪 但他的结论是有的 他没有积极他的罪行 所以你的说法正是Donald Trump的说法 有关Donald Trump当选之后 其实过去四年不断有关涉及他的刑事诉讼是不绝的 包括他的竞选经理人,帮他筹款的人 他身边的高层的人员 有些定了罪 有些定了罪坐牢 就是不断的过去四年 所以如果你看这些新闻 你已经很清楚知道 这人原来是大奸大恶 完全漠视法纪 完全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可以贪污舞弊 什么都齐的 他为什么不会被告呢 我想你很清楚了 在美国的传统 在任总统不会被检控的 刑事上 所以他说句话就是 如果他选不到会逃 是的 所以我当时已经说 他一落选 刑事检控排队告他 但也要看一件事 事实上是他所得的票数 也是历史性的一个高的总统 这个我觉得是正如你所说的 这一次是Donald Trump 对Donald Trump 因为他四年里面 他所用的仇恨 白人种族主义的概念 保守教会 反堕胎 这一方面 他是刺激到美国保守主义 特别是极端保守主义 和白人种族主义的抬头 和那个支持是很庞大 亦都是很有影响力 那这个呢 很多美国的权威 就是政治或者社会的权威 都惊讶 那个势力可以这么大 这个我相信 接下来的日子 所有关注民主人权法治的朋友 应该都要留意 美国这方面的发展 因为这个发展不单是美国的 世界性的 自从Donald Trump当选之后 整个世界的白人种族主义 或者这个极权主义的抬头 是逐渐普遍的 那这个的现象 就是其实和香港人 所争取的民主人员法治 是完全离贝的 那所以我很惊讶 香港这么多所谓黄尸 和是心黄的黄尸 共支持特朗普 好 我有证实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 我想最主要就是说 在这个选举里面 如果你把你的最重要议题 是放在环保 种族的平等和谐 就是你放在这些上面 就一定是民主党那边 因为川普这边是拿铃弹的 但是如果你将是 重点是放在中国 你是要对付中国的 将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敌人来说 那过去半年 特朗普和蓬佩奥在打压中国 这个要跟你分析 不断是想和中国建立有好关系 想经商 在美国在中国发展自己的经济 而你要 有几个个案你要很小心 和很留意的 第一 她当选之后 她的家族 特别是她的女儿的品牌 和川普公司的品牌 在中国的发展是很蓬勃 也得到特殊的对待 很多的专利权和品牌的注册 是很快 和数以十计的品牌名称 是被批准的 她搞了十几年都搞不到的 当选之前 但当选之后 就很快批准了 但是事实就是 她打压大陆真的很厉害 第二 你说她打压 有一个个案大家要留意的是 在去年 特朗普其中一个很着重的政策 就是要征收中国货品 去美国的关述 在去年 她的儿子 就是Donald Junior 在印尼 和一个印尼互相穿一个大型的 地产项目的时候 当日 有中资背景在后面的 同日Donald Trump 就暂时各自了征收中国货品 入美国的千亿元的关税 当日 你会很明显看到 哇 你儿子和一个 互相签一个 有中国资金参与的地产项目 你就同日 各自了 这个这样的executive order 什么意思呢 有利益 你要很小心分析 得来特朗普的性格 你要了解特朗普的性格 和他过去的行为 你看几本书呢 包括 他十年的律师 师爷 Michael Cohen 寫的那本书 Disloyal 或者是John Bolton 寫的那本 关于白宫 十八个月的经验 一个共同点就是特朗普 什么都可以以自己的利益 凌鸽 国家利益 一切都可以的 所以你看看呢 他在任那三年多里面 完全没有针对中国 你说所谓的收这个关税 这个涉及到一些 他自己背后的财团的利益 或者是他政治上 一些地域性的利益 他利益这些关税呢 跟习近平讨价还价 那我不经理这一件事呢 你就要买回我的大麦 这些大麦就帮回我这个州 可以拿到我的选民的支持 很多是跟他的选举利益有关的 那你至于说 咦他针对中国 第一我完全贊成 和支持任何 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政策 而他开始真正针对中国政策呢 是三月之后 三月之前你看回 香港市民被共产党打到趴街的时候 他仍然是帮习近平的 他支持习近平用暴力对待香港的抗争者 他是最早一个外国的元首 称香港的抗争运动为这个骚乱的 这个去年的时候 他第一个说的 他第一个说的 美国的主要的官员 和美国的主要的政治人物 都没有用这个名称 特朗普第一个用习近平的术语 而那年纪里面 他完全没有任何东西 帮香港的抗争者 因为他已经跟习近平 基本上私底下谈定 他不会用香港的问题 用来打压这个中共的 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报道说了 他和习近平是谈了一个私人私底下的协议 所以他任何东西都可以出卖 而在三月之后 在今年三月之后 他开始针对中国 这个就是配合共和党 整个美国选举的政策 有份文件出来 就已经很清楚讲了 共和党有三点 这一次选举的重点 第一就是攻击拜登 第二就是以攻击中共为整个选举的策略 那他接着就配合一连串的措施 当然他所定的措施我是认同的 但是你要再看深一层就是 三月之前所有东西 他不帮香港不打击中共 其实共和党和民主党很多国会议员 侵议员也好 这个众议员也好 都很不满他的态度 而最后在美国民主党推动之下 而通过的香港法例 美国的香港法 要关注香港的情况 而逼特朗普的政府要做事 因为你知道当国会通过某些法例的时候 国务院要写报告 以及要回应某些情况 所以他制裁香港的十个官员 都是基于香港法的订立 国务院做了一份很详细的报告 写到哪一个做过什么 有什么问题 而如果制裁那十个官员 以及其后再制裁那四个人 正正就是国务院的报告里面 所列出的问题 但也有很多是行政命令 比如说你对科技的禁运 明白明白 那些绝对认同 但问题就是说 特朗普 我想都很明显地说了 但反过来 你拜登其实是不是很多去哪里 你说了特朗普的儿子 拜登的儿子 亦都是跟中国的国企做生意 还是之前那位何志平 被人抓了 第一个要打电话的 就是要找拜登的弟弟 这些其实也是很清楚显示出来 他如果做了总统的话 是不是真的会比特朗普呢 这个你一定要分清楚 拜登的儿子不少的报道是假新闻 这个我想你要很小心处理 因为就算是《苹果》 即是一传媒 更知心的传媒人 Mark Simon 都中招 他那个中招是另一样东西 我只是告诉你 但是电脑外面那样东西 里面的东西很多是真的 电脑已经证明是 电脑的真确性是有疑问 没有疑问的 电脑是没有疑问的 即是拜登也没有疑问的 你是侵迷你要信 你要信 你们很荒谬的 你们说 报道了一些事情 他要出来解释 喂 我那时候在香港 做这么多政治运动 文汇大工 您听我先说 文汇大工每天都骂是犯奸 他骂一遍 我要出来灭灭了一遍 这个完全不同 你是不是说电脑的新闻是假的 电脑不是拜登的小时 我只是这么说 我只是这么说 电脑不是真的 那个电脑里面有真真假假 電腦裏面某些新聞的真確性是有待驗證 我只是這樣說 我沒有說全部是假,有真有假 因為如果你看回針對拜登的兒子那個問題 其實拜登在今年年初已經公開講了 他的兒子當年接受了某間公司做這個執行董事 做這個受薪董事是不治的和是錯的 接下來所有的新聞,所謂的醜聞 就是圍繞著他這個受薪董事的職位 是不斷去製造新聞 而這個朱利安尼所製造的新聞 其實在去年已經有很多報道 他是在砌很多新聞出來的 如果你看回美國有些檢控的個案 有兩個因為這個涉及和特朗普有關 濫用或者盜用這個選舉的費用 或者是接受外國的費用幫特朗普助選 是在美國法院進行的 那份報道裡面都指出很多的資料 就是這個朱利安尼和這兩個人 是在製造有些醜聞關於拜登的兒子 所以圍繞著製造拜登的兒子的醜聞問題 其實過去的年紀是不絕在這個新聞報道 那我最主要就是他的電腦 是最近這兩個月才出來的 第二你要說就是 就算我當他的兒子的行為是錯 他的兒子的行為是錯 跟他爸爸有沒有關係 有 你說有 你說有 但事實證明 美國很多傳媒已經做了很多深入調查 已經是否定了所說某一些東西 說他利用他爸爸的副總統的身份 而他爸爸幫他謀取某些利益 這已經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 你說有 我希望你可以拿到出來 我希望你可以拿到出來 你說有 究竟拜登作為副總統 他什麼時候用他的副總統的權力 幫他的兒子謀利呢 你說出來 你說有 那時候他坐總統專機去中國 他在中國的領事館同簽約的 那宗生意 這不是真實的 這是有媒體報告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就是說 在這個選舉裡面 我覺得左派和右派的傳媒 你說有就是 究竟拜登是否授權 和清楚知道他的兒子 是利用他的副總統的身份 他的爸爸有沒有授權授意呢 你經常說有 那這個要去法院查的了 但問題就是 你作為副總統 你兒子做的什麼 你不會不知道的 這是國家的機密 這個你就告訴他 你告訴他 第一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行為 你副總統就知道 這就是正正你們這些 侵奉的態度 特朗普兩個子女 哇 用了總統府的身份 我過去其實有說過這些事情 所以 你今天只是圍繞著 但問題就是 過去的特朗普可以說 但今時的拜登也應該要說 你今天圍繞著 只是說拜登兒子的事情 特朗普的子女 那些貪腐的行為 你一句都沒有說過 之前說過 之前說過 你今天訪問我呢 不是 你剛才是不是已經說過了 剛才是你講了很多這樣的事情 謝謝 還有這件事 也不是只是看傳媒的 你要看看香港有名氣的時事評論人 哇 台灣有名氣的時事評論人 你猜這些都是要參考的 第一 香港很多所謂有名氣的時事評論員 我真是極為失望 哇 真是瘋傳 即是那些假新聞 有那些假新聞信以為真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第一 講事實講根據 你說究竟 拜登兒子有沒有利用他爸爸 這個有待查證 我沒有完全否認 有待查證 但是你說到 這個拜登作為副總統 明知而授權准許兒子 這樣做這件事 你剛才都講過了 是沒有事實根據 未證明到 是的 所以仍然要存有疑問 有電郵有證人 但是這樣都不等於 這些電郵是不是真 不少電郵是不是真 仍然有疑問 現在沒有人可以證明那些電郵是假的 嘩 就是 那個問題就是 這個是你的態度 我想這件事就是 同樣的事情在三年前發生 所有媒體已經報了 但今次是沒有報出來的 不用美國傳媒已經報道 如果你說媒體報道的真假問題 特朗普八年前 製造了一個全美國最大的謊言 就是說這個 因為他歧視和仇恨 一個黑人可以當總統 就是奧巴馬 他八年前做了一個假新聞 就是說奧巴馬不是美國出身 他親自製造這個謊言 跟著開始推的時候 美國的傳媒很多就以為他真的有料 將這個報道就越做越大 美國主流傳媒廚 全部幫他推 跟著證實 原來他是利用自己自編自導自演這個謊言 想抹黑奧巴馬 這個事後證明 整件事是特朗普自編自演的謊言 所以你說美國傳媒 跟特朗普有關很多事情 不願意報道 他們已經接受過這個謊言的傷害了 正如有些人在談戀愛 他在熱戀之中 被那個愛情騙子騙到 身家性命財產什麼都給了 你旁邊告訴他 這個是騙子 你要小心他 那人殺了你也行 我想這樣說 朗來你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覺得對於美國的 首席的主流傳媒 我想對他們有些期望 就不是因為某一方面說過幾次謊言 或者說過幾千次謊言 有些新的東西出來就不去看 我想這次在這個選舉 對我來說 就是左邊和右邊的傳媒 我覺得都信不過 好了 我想我想轉小說 如果有些人說主流傳媒信不過 美國主流傳媒CBS CBC NBC 紐約時報 有報紙 有州 有地區 如果你說美國主流傳媒 所有都信不過的話 那你信什麼呢 你信特朗普的假新聞嗎 特朗普製造的假新聞 你又信嗎 美國主流傳媒 有些過百年的老字號 你都完全不信的 那你信誰呢 你信你自己 那你也有些獨立的評論出來 你只信特朗普的假新聞嗎 這就是我正正的問題 你可以看完所有分析 你自己的判斷 我想最主要就是 你報導出來哪些是真實 哪些評論 OK 對 那我又想轉一轉 好了 現在你覺得齊安樂定 那就是拜登一定贏了 特朗普無論是重新點票 或者是上法庭訴訟 都沒有影響了 那我又想問問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拜登贏了之後 做為總統的話 對於中國的對待 是會有不同的呢 大家要很清楚知道 近這幾年 特別近這一年 美國共和和民主兩黨 關於對中國的態度 基本上是相同的 五不大是不同的 所以我也都絕對相信 拜登上台之後 會執行美國共和兩黨的 就是共識 最近很多人宣傳 在那裏講話 這個蓬佩奧剛剛講了 說台灣 就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這個是 列根三十幾年前 出了一個六點的 就是assurance 六點的重點 那一點呢 是這三十幾年來 美國共和兩黨 就回台灣的共識來的 而國會也就回這幾點 是通過了作為一個政策的 所以 有些的政策 在美國來說 是有傳統的 有些是有法例通過 有些是有國會通過 有些是有行政命令等等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約束 所以我絕對相信 拜登上台之後 第一要看他將來委任 誰做這個國務卿 這個重要 而他的副總統 一年前 已經在他自己的 推特那裏 已經出了一個聲明 就說與香港 站在一起 Stand with Hong Kong 是吧 是 所以我相信 在接下來的日子 拜登上台之後 第一 基於美國民主黨 很多資深的議員 包括貝洛斯 很支持香港的抗爭運動 我相信對香港來說 一定會有更加積極 和正面的政策和措施 那你說關於中國那方面 我相信他會做法 我相信拜登和特朗普 有一點不同 就是特朗普做事 很多時候是自把自為 一個人做完 但是拜登 就多一些 就會聯同地區 或者是國際的 所謂夥伴 會共同 定一些的共同目標 和政策 至於他做哪一方面 我大家覺得拭目以待 但是你剛才這樣說 我又覺得有些不同意 你譬如說 今次去圍堵中國 就是龐佩奧真的到處飛 由以色列飛到歐洲 飛到亞洲不同的國家 一起去談是圍堵中國的 還有一個事情 就是拜登也說過 就是他反對這個抗爭的 就是他上台之後 是會取消這個抗爭的 還有就是 如果他取消抗爭的話 會不會也會取消了 科技對中國的禁運呢 科技方面 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報告 指出一個問題來的 其實這個指出是去年已經指出的了 但是去年特朗普完全什麼都沒有做 如果你看回 關於科技方面的問題 不是今天才發生的 但是是在選舉期間 特別在三月之後 基於選舉策略的需要 特朗普就落實這方面的政策 之前他什麼都沒有做的 至於你說拜登會不會做呢 我沒有這個水晶頭 但是我相信呢 正如剛才我所說 民主黨的高層 反中共的立場 絕對不會被特朗普弱 OK 好了 對於香港來講 你覺得 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中國會不會給拜登 而鬆下手 習近平誰都不會給面 習近平有點癲癲 我覺得習近平是另類 對於香港來講 即是無論移民潮也好 經濟也好 或者是對民主派的人士的鎮壓會怎樣 我相信拜登就香港抗爭者的支援 或者救援方面 應該會比特朗普多 到今天為止 你見不到特朗普 關於香港方面 去幫那些香港人什麼 當然言論上他好像很激 但是實際上幫到抗爭者來講 他可以說是微乎其微 好了 對台灣 這幾個月來講 美國對台灣也很支持 高官輪流去訪問 甚至有很多先進的軍火 甚至是攻擊性都沒有去給他 如果轉了政府之後 台灣需不需要擔心中國呢 還有當香港這個一國兩制的示範 已經完全喪失了之後 用武力攻打台灣 是否中國唯一出路呢 我相信機會不大 講就會繼續講 因為剛才我所講 三十幾年前 就是列根已經出了六點的條文 條款 就是六個assurance 其中一個講得很清楚 就是美國會協助台灣防護 所以這一點 除非任何新政府改變這個政策 這個是美國三十幾年來既定的政策 我不相信拜登會改變這個政策 OK 現在都說了 開始可能香港已經有些人想移民 那究竟會不會移民出去呢 還有加拿大也剛剛宣佈了 對香港人的支持的一些移民政策 你怎樣看呢 我想移民潮會再爆發 亦都會很廣泛 以及涉及到各層次 我想黃絲也好 藍絲也好 都很多人會離開 這個對香港來講影響很大 那對於加拿大剛剛出來說 幫香港人的政策 這個絕對是歡迎 其實我想加拿大很多團體 很多朋友 過去都不斷 各個政黨都是 都不斷要求這個自由黨 杜魯多這個政府 快點幫幫香港那些年輕朋友 剛剛公佈這個政策 其實是跟澳洲的 其實澳洲的更早更加全面 我想加拿大很多事情都是跟澳洲的 我想這個對香港年輕朋友來講 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我仍然覺得不足夠 對於抗爭的年輕人 希望可以再放寬一些 以及積極一些 一方面可能現在的現時仍然閉關 你香港可能只想來也來不了 我相信稍後 希望會有更加寬鬆 希望可以幫到香港的年輕朋友 以及想移民來加拿大的朋友 都可以多一個選擇 好了 你對特朗普這麼有意見 這麼有看法 你覺得接下來的日子 他可以做到1月20日 有什麼他會做呢 其實我幾個星期前 我已經做了三個評估 他會做三件事 因為我也猜他會輸 第一他輸了 他就會盡量用法律曹徑 希望他委任那些 最高法院的法官 會幫助他 可以最低度判選舉無效 或者是有問題 第二他會做的 他會盡量尋找方法 就是要一些州政府通過委任 州的投票人 你知道他是用這個 有投票人制度的 有投票人制度的 他是透過投票委任的 那些是 但是州政府可以凌駕 這個 就是投票的結果 原來是由州政府自己委任 其實前幾天 但是他也要根據投票結果來投票的 州政府有權可以凌駕 其實林茨龜 早幾天暗示過 那些州政府應該這樣做 他是想這天 第三件事 其實他是想製造政變 你見他早幾星期前 已經不斷鼓勵 所謂白人種族主義者 或者激進主義者 去影響那些投票 或者甚至影響那些選票的點票 其實早前也出現過一個個案 就是某些選票的票商被火燒了 其實他會製造很多東西 想影響選票結果 不排除最後可能製造政變 即是怎樣做政變 即是好像第三國家那樣 所以他是瘋瘋的 軍人政府 你要看特朗普 你不能當正常人看他 他是忽略的 他是有幻覺有幻想 而且他的思維是很奇怪的 即是如果你看多些 有關他熟悉的人的報道 以及一些書 你就會多些了解 他過去幾十年來 其實都精神是有問題的 他有精神錯亂的 你不能當他是常人看的 所以在某個程度上 他是另一個希特拉 所以很多人我覺得支持特朗普 和三十年代 幾十年前 德國人支持希特拉 其實很多東西很相似的 有機會可以再分析這方面的看法 我相信他是在計劃這三個 但我覺得這三個都無效的 最後他都會下台 1月20日之後 同時他就會被檢控 他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離開美國 很大機會去俄羅斯 找普京庇護他 因為他過去四年 是在執行普京的指令 很多東西都是 在幫普京做事 如果他不走的話 我想他的餘生會在監獄度過 OK 好了 是不是真的這麼坎坷呢 我想相信 就不會需要太久的時間 去看到究竟 特朗普的下場和去向是怎樣的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一集 下個星期會在另一集 跟大家討論一個話題 拜拜